杰伯老师 您今天是要聊苹果不甜的故事 还不是只有不甜而已 这恐怕只是灾难的开始 看节目 又开始这样了 正常 是正常 所以投资好朋友 很多好朋友在问 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的多头召集 您今天 我今天早上的抠讯 我已经跟所有会议朋友 讲得非常清楚 接下来我们的规划 就是慢慢的把手中的空单 一档接一档 获利入带 像创意都已经跌200块了 600变400了 没错 一档一档 慢慢的获利入带之后 把资金收拿出来 抽出来 就准备迎接 波段买点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抠讯 就写得很清楚 至于今天能不能买呢 能不能买呢 今天这个盘完全符合我们的规划 但是今天不要出手 不要出手 因为你会 你今天买的太早一点点 它会有减便宜的机会 怎么减 可以怎么减 指数叠最好 也对 你指数叠不是刚好空单 可以获利入带 对 刚好想减便宜的 又可以减到便宜 又可以反手 好了 至于怎么做 请求好 说好朋友们 按照David的规划 先跟上多头召集令 我们是全市场 最有资格带你减便宜的人 因为之前你是必须啊 空了2700点 当然只有我们有钱可以减便宜啊 真的耶 现在请你弯腰减便宜的 你之前 如果你过去几个礼拜 过去个月就开始减便宜的 你这减到你手都软啊 真的 这一波2700点没有避开 没有反手向下操作 没有放空的朋友 请问那些号称专家的 名嘴 名嘴们 现在有钱买吗 没有啊 那能剪什么 不要说当炮灰啊 连灰都不剩啊 那我们刚刚说剪 那就剪脚好了 你学坏了 我学坏了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今天还不能买呢 早上不是涨的吗 昨天美股不是红的吗 可是为什么今天不买 对啊 实际味道吗 你看它涨什么才知道啊 对啊 内容 我不是常讲 今天很明显的一定开高走低 所以不用急着买 很明显的 早上就知道了 很明显的开高走低 不用10分钟看得出来 一定开高走低 早上开盘10分钟 就9点到9点10分这个时间 加群指数是红的 对是红的 为什么电视频说不用急 他会快又回来 对啊 原因很简单 今天拉台台北股市的 尤其早上的10分钟 是涨船餐股 涨航运股 涨水泥 今天早上拉台是拉水泥 拉水 昨天 昨天拉一三 又拉错了 哭咕哩啊 真的哭咕哩 对啊 当我哭咕哩才会唱 拉水泥 难怪老师说 这一盘 就早上我本来想 会有没有说 这一盘叫我哭咕哩 因为拉水泥 真的耶 对啊 你早上拉水泥 你跟我说这个盘会大涨 我这不想信 那从这边我会问老师 而且最可能是知道吗 他杀电子 那怎么会杀电子呢 所以这代表 今天还不能过早捡便宜 我们空单先咬着 未来几天慢慢的获利入袋 再反手进场减便宜 这样子的tempo才对嘛 就是合理的tempo Devitt怎么会抓 不然全市场谁跟Devitt一样 8月10月再告诉你股票卖掉 大幅度获利入袋 接下来我就一路从 15400点空到现在 没错 2700点 我空单还没有完 我还有时差还蛮多的 我会一档一档慢慢补 已经想进场减便宜的朋友 等我通知 抠讯一定会给你 多头召集令 你放空创意 轻松赚200块的朋友 不是老师老师 我可能赚少一点 180啦 也可以 但是我空两张 那比较多 对啊 这也很棒耶 你有赚到的 或是广机 IPC这一挂 或是说你之前那个 316的健汉 你30块空下 有赚到的 有 接下来Devitt会将一些空单 逐步的获利入袋 我们准备进场 减标股 减便宜 想做多的朋友们 我们虽有资格 对 欢迎你一起来 好的好的 很多人都在期待 都在敲碗 所以呢 昨天这样讲之后 很多客户都很开心 当然啦 可是你终于 老师你不做多 大家都不敢做多 对啦 因为我放空的商量力很强 真的很强 那个后座力超强的 也没有太狠啊 3月底股票卖光 跌了2700点 8月19 对 然后8月19股票卖光 叫你反手放空 又2000多 又2700嘛 对啊 是每一次都超过2000吗 是啊 你看 是不是 这还蛮好赚的 毒师 别别别 我们是准 不是毒 好不好 又毒又准 硬要讲 硬要这样子讲 硬要赖给我就对了 硬要把那个带给老师 创意还没补 你不用急 是 那有些股票呢 我们就会来这几天 按照David的规划 对的 按照所有会员扣讯 哪边该进场 我们再进场 不用急 你不要说老师 因为今天 其实没有 没什么股票 可以先买现场停 所以我也懒得让你出手 是 既然要出手 就算能够 你怎么会选一个 开高走低的盘 对不对 开高走低就是 慢慢的把股票 慢慢 就是空单回补 好了 那至于接下来要买什么 对啊 不用急 我们现在要聊几件事 好 今天除了有推这个活动之外 苹果 苹果 iPhone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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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一颗苹果就台湾吗 不是以前 现在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 先讲一下 之前大家都在聊说 Android手机卖不好 最新的苹果的供应链 也产生一些负面消息 iPhone 14 Plus 9月才刚上 14 Plus是 iPhone 14的大致的那一种 不是Pro 它今年出了一款叫14 Plus 就是以前只有iPhone 13 然后只要13Pro 它今天在14跟14Pro之间 加了一个Plus 大致的 这一支手机竟然才开卖两周 就砍单了 就是它要求供应链 不要再持续价码出货了 因为卖不好 但不是手机不好 是现在市场的需求的低迷 原来苹果也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苹果在发表之前 其实Android它已经是卖不好 Android卖不好已经 大概半年前却有了吧 那时候四五月就你在讲了 就想说果粉应该会买单才对 并没有 我就没有换 你看哦 这是旧的哦 算哦 因为我喜欢这个颜色 我喜欢这个颜色 好了 这个果粉不算 这个果粉不算 假果粉 好 那这到底会造成 这相关的供应链 会有一些状况吗 一定的啊 因为你其实苹果不是只有在台湾 在中国也是 这些相关的很多台商都是啊 当然也会有影响 而且这更印证的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整个负面的消息 还没有走完 可是可是我要强调哦 股票的波段买点 是在什么时候买 利空照顶的时候 懂吗 所以它只是出来的第一刀 没有 你慢慢看 这后面很有趣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预料的到 从第三季的季报出来之后 台湾的上市会公司 再来我们会进入一个财报空窗期 所以我们未来这几个礼拜的规划 就是开开心心的迎接 那个市场的震荡 对的 然后还有很多上市会公司财报的利空 对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减便宜了 我的规划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也顺便 把手边的空单获利入带 我们一档一档获利入带 资金备妥准备迎接 波段起涨的行情 所以也就是说你要把握 接下来好赚的行情 这个空窗期 每次这种时候都很好赚 但你要看到 老师指数大跌 对啊 指数大跌的时候反而好买 勇敢买 不是勇敢 是你已经赢这么多了 你当然有钱买 真的真的 钱就是胆 对啊 你已经赢了两千多点 你不仅避开了风险 又赚到了满满真金跟白银 趁着这个财报的空窗期 就给他上下起手 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今天还不适合出手 但如果明后天有机会 我们可能就会出手 所以有兴趣跟上的 多头召集令 欢迎你刚好 随时会出手 所以你一定要把老师的抗讯 带在身边 立马通知您 多头召集令 务必来电做把握 轻松跟上脚步咯 好 其实我今天就有看到股票 有 已经有股票 但是 因为我知道今天开高走低 所以我就不想出手 所以也就是说 你看啊 它是不是很漂亮 更好的机会 有耶 对不对 底部七张啊 嗯嗯嗯 是 它是低价股的 你看是不是底部 对 只是因为今天盘开高走低 不想买而已 是早上拉传产股就知道 嗨 真的 来全国好朋友们 我们一起印证一下 你看现在很珠奇12点40几分 对的 上市贵 现在加权指数 目前喔 嗯 是跌110点喔 对 上市水泥指数涨0.63喔 是涨的喔 上市的纺织指数是涨的喔 电线电缆是涨的喔 玻璃是涨的喔 钢铁是涨的喔 玻璃 对 砂什么 玻璃心吗 砂窗砂门修理玻璃 我知道 我知道是什么 一双汤双门修理玻璃 对 好 我动不起来 老师帮我重组了 今天是这个盘耶 对啊 难怪 所以说今天开高走低很正常 真的很正常 人家可以理解为什么David说 早上看得出来 不用急 真的 好了 来来聊聊几个重要的东西 好喔 昨天跟他聊到PCE 核心PCE这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其实这件事大家在讨论 就是说 FED的终极目标 大概是升到4.75附近 所以就是说 11月3码 12月3码 那明年最后就剩1码 这件事 你要记得 所以很快很快的 约莫 因为你已经知道明年 可能只有首1码而已 对 那就是身体循环的结束 那不就是 老师现在10月 快11月了 对快11月了 那是不是已经快结束了 这没多久了 对没错 那你是不是最近应该开始准备好 趁着市场财报不好啦 对呀 苹果卖不好啦 谁又卖不好啦 上次会公司什么第三季 什么那个都会不好啦 展望不好啦 明年看不到未来啦 那不就利空照顶 那不就股价便宜 那不然刚刚好 你就把空单获利回补 对不对 准备减便宜嘛 是 这才是David跟你讲的规划嘛 所以你要先知道 什么叫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这个核心CPU就代表的 联准会最终的利率目标 所以目前我们知道 大概是4.75附近 他其实已经明显的告诉大家了 对不对 所以我最近 我今天在看一篇总经营的资料 大家在猜 整个景气的落底 就是整个上市公司 景气的落底的时候 大概在明年上半年 可是你不是明年上半年才能买 是落底钱 就是你看到的数据落底钱 其实就要买了 对 就跟股票一样 什么时候要买 今年3月跟你讲 花好月圆 利多出来的时候 买啊 那时候创为不是很多人 喊赚什么 今年赚多少钱 赚十几块吧 后来掉下来就没有了 对就没有了 对啊 那时候利多会很飞耶 超多的 3月份我不讲过 外资不是看好 对不对 什么外资看四百多块 怎么会弄啊 好了解 听了外资 听了外资 我会在做 真的耶 听那么准备好事 外资变主 没事 外资啦 外资 这个话要听得清楚喔 好朋友们 那再来聊几件事 帮我们看一下FedWatch 好的 FedWatch数据没什么变啦 11月就是3码啦 但四码的机会不见了 所以不用担心喔 是3码 不要怀疑就是3码 好的 第二件事 是全年的 好全年度的 全年的其实那个18码稍微掉一点点下来 有喔 不过还是在六成啦 是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以11月3码 嗯 12月3码 当作我们心中已知的事实 333 没有是33 没有333 OK 再3下去就就这个盘子挂了 对 3 3 好 对就两个3 好 好的 续续帮大家来追踪了FedWatch跟整年度的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这关于你接下来的决策啊 就像David刚刚给你讲的 你知道联准会的目标是4.75 对 对不对 那4.75现在是已经12码 就是3% 对 那4.75%还差多少 喔 所以才差大概9码嘛 嗯 所以 也不是差9码 差8码 7码而已 现在12码嘛 还差7码 所以你大概会升到年底是4.5嘛 那就基本上已经接近了 喔 所以就331 明年1 1不晓得会不会有 可能有可能没有 嗯嗯嗯嗯 因为这个数据也会变啊 是这个会一直跳动的 而且包括我们刚刚讲那个PCE的数据也会变啊 对 没错没错 好给大家参考 好的好的 那这个部分呢会其实去帮他来做追踪 有订阅频道的朋友都会追踪 另外呢已经有跟上的朋友喔 记得按照David的规划 我还没出手前你不用急的出手 嗯 那做空的朋友呢 我们现在慢慢的要把空单获利入带喔 你不要再加空喔 嗯 我们就一档一档喔 按照讯息 按照规划把获利入带 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老师那现在的就是嗯 不要再空了吗 不用再空 为什么不用追空啊 不用再追空了喔 我讲我昨天不讲不用再追空了 慢慢要把手上那个空单的补票 慢慢回不回来喔 反手来做多了 所以我们的活动才因应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多头召集令 是的 想做多的 赶快喔 follow me 好 跟好 是的 我知道你们等很久了 真的等很久了 你们等两个多月了 我们8月19号等到现在了 等到现在整整整 等了2700点了 整整两个月又2700点 等到头发都白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好 来第二段咯 好 好 我今天台积电破400 他他他他他刚刚不是还没破吗 哪有啊 早上下来就破了吧 真的破了 早上刷电子啊 啊 OK Albert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个盘刷电子 真的不能买 哎对 你台积电啊 台积电今天跌了10块钱啊 偷偷看一下 偷偷看台积电 不用看啊 他就长这样啊 97了妈妈咪 其实台积电很便宜啊 坦白讲 真的便宜 破400 好嘞 第二段咯 老师 好 开始 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 多头赵景丽 您电话拨通了没 想要做多的 想要呢 弯腰减便宜的股票 您在这一波跟着我们反手放空 赚到了创意 赚到了广基 加灯 建汉 是的 森达科 森达科 早上森达科还大涨 但是我都说不行 后来马上给我去了 是不是 那最重要的 这些以上述的所有的空单 我们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逐步的获利入带 空单回补 所以亲老朋友 接下来我的资金 是来减便宜 是来做多 是来减黄金的 我们最有资格 是真的 我带你一起检 现在是会员好朋友手上是满手的现金 满心期待 让大家真的等很久 从8月19号 一路这样子下来2700点 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台股也不至于有太恐怖的风险 但如果突然搓一刀 我是蛮喜欢的 因为刚好减 老师那 对 对 老师那你刚刚在录音前提到的那个新闻 很大的事件 那个 你们看新闻就好了 那我不想讲 所以那个部分 定在观察 不是 那种新闻的 真实性 真实性是有待考量的 对 没错 所以我不想聊那种有问题的新闻 好的 好 那节目当中持续帮你来追踪FedWatch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 没有变 那今天有些股票反弹 你不要太过早 你不要去追 比方说最近ABF宅板有涨 有 对 我有观察到 对 看南店比较明显 好的 804座南店比较明显 嗯 好 这个涨 当然是因为第一个基本本还不错 对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确实有一些短线的筹码进去了 嗯哼 但我先讲 这不代表它会有破断行情 这可能还要再等等 因为整个市场的真正的 愿意低接的那个条件没有完全成立 是 所以他说慢慢的我们把空单获利入带 嗯 等David说可以进场你再进场 嗯哼 你那个买点会比较明确 对的 而且你也希望说你买的不是只赚一天吧 当然啦 因为这种很短线的大概只有一天两天就要卖掉 因为他就是当冲隔日冲那种做法 嗯哼 所以最绝大部分的投资篇位来讲 可能不是很适合 嗯 那如果你说老师我选 像你之前啊那个 对不对 一个创意可以一波200 传记200块 下来200块这样子 嗯哼 就像之前的志源啊 创委啊 一波可以从100以下变成300的 是啊 你喜欢那一种呢 这一波你更好 大到耶 因为这绝对有 这叫多头召集令 嗯哼 至少有六个月以上的行情 哇 所以我们这次的专案活动 也是让大家跟着Dev老师 一路转到明年哦 因为我们去年 这个时候推特也是这样子啊 那时候就是买创意跟志源啊 一路做到隔年三月就卖掉的 转爆了 你看看 时间点差不多啊 真的差不多耶 400块的创意 400块以上左右的 400就到600 660 没有那么多 620 620啊 620嘛 所以呢这一波 诶创意从620块钱左右 杀回来了 我不是说会回来吗 已经回来了 已经回来了 已经回到之前 比老师买的价格还要低的位置 不过创意今天反弹是没有什么用啦 也是没有用啦 没力啊 啊 老师那八个字还持续延续耶 不是那个没力 是你看台积电就知道 哦 你看台积电今天那个样子 对不对哦 一副就好像摇摇欲坠 那如果台积电是长这样的话 你当然不用马上去买嘛 嗯嗯嗯 老师这点不是法说还不错吗 那不好啦 我先跟大家讲 像昨天晚上美股大涨 对啊 美股长什么你知道吗 长什么 财报利多啊 哦 那利多是什么 高盛公布他的财报 对不对 比市场预期的好一些 邪教利多 但实际上是衰退的 那种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哦 不是这样买的 大家想说看到昨晚美股 这样大涨了 你今天早上追盲中单 信不信 真的 中枪中单 中什么早一倒一地了 那重点是因为今天拉的股票 因为我没有出手 对啊 你看看 所以大家都在万众期待 玩都敲破了 记得换铁碗 多头召集力 我已经去跟你预告了 我即将出手 但我要确认的是 那个买盘对了 我才要出手 是的 很多的好朋友们 一路追随 老师的操作永远都是比市场还要早 我们动作本来就比较快 但是我要讲的是要精确 你太早进场是没有意义的 你只是上上下下而已 对耶 你现在就是 因为婚人朋友我们是满手空单 对 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就是 逐步将空单获利入带 对 像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创意加登啦 什么广机啦 振华电啦 什么那个 什么3491生达科 这全部都是空单喔 对 36建汉啦 我们就从 一个多月前空到现在的 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 你看创意多狠 真的很 430帮你做到600 再从600帮你做回来 200块的价差 上去也200 下来也200 够很 好赚 好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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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钱不要省 是 跟好脚步 是低 这个有机会变波段大行情 但你一定要按照David的tempo 是 你不要说 老师看到涨就想追 不对 你要确认了才能减 是 用减的才会大赚 哦 用6个都贪不贵 真的耶 用拆的 拆一次 拆两次 不是 你股价用拆一拆 所以都没用 这没用 它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所以有一定的方法 一定的逻辑 一定的tempo 来操作 你就想我讲 我示范几个条件给大家听 比方说你接下来怎么选 对啊 这个产业利空 为什么不跌 利空不跌 对不对 那就标准啊 对 行情不好 利空不跌 股价反涨 那就有机会啊 如果说当台北股市 很多股票都用这种 现象的时候 那就是颇段起扎 不是吗 所以 这个条件还没成立啊 真正了解这个盘的人 目前其实还不太愿意 他也在等啊 人家也在看啊 对 看我刚刚跟你讲的条件 有没有成立啊 也在观察 一定的嘛 像你今天早上 老师经常要开高 不要理他 很快就回来了 真的喔 聊这聊整110了啊 快120了 我们还要继续聊下去吗 你可以继续聊啊 我们聊到一点半 看会剩多少 不要啊 我们刚刚聊 刚刚我跟平派就在讲说 平派你还不开始 我进摄影棚 我说才跌不到90点 现在 才讲了半个小时 现在已经跌了120点 对啊 我们还要继续聊 我们再聊到一点半 可能就不知道多少点 对啊 真的是 我就说那不然我们提早录音好了 不行喔 你10点的路也是油油往下杀啊 是盘问题嘛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好朋友们 那多头召集令 是第一 空了2700点的我们 创意一张就已经赚了快200块了 对的 加登啦 广基啦 震华店那些我都懒得再数了 最有资格做多的 是 在这里 就是我们 没错 也包含观众听众朋友 你 是第一 你每天准时收看收听节目的 你最有资格做多 因为你已经闪过了2700点 你还放空大转 想做多的通通跟上 多头召集令 所以呢 趁着这个财报的空窗期 跟着David老师呢 一起来上下骑手左右开工 弯腰减便的股票 那 想起来老师一个问题 刚刚提到了这个新闻 我的苹果 这只是第一发而已 对不对 苹果这个 一定的砍单是必然的啦 但你说它很糟吗 其实没有很糟啦 因为苹果相对来讲 还是比Android的手机有支撑 没错 可是这些利空 慢慢慢慢的浮上台面的时候 不是坏事啊 因为你已经股价已经先反应了嘛 对对对 股价已经跌了嘛 然后你看到利空又开始出现嘛 那不是符合刚刚刚你讲的 对啊 利空造点 利空不跌 利空造点 利空不跌 股价在低档 对 反而是涨的 特别留意了 那就要特别留意啊 搞不好慢慢会出现买点啊 那到底接下来 这个族群一串葡萄拉起来 怎么选怎么挑怎么买呢 你看我出手买什么就知道了嘛 是的 买什么不用猜啦 不用猜啦 多头召集令都有啦 直接跟上脚步让你轻松 跟上迪宝老师一路大转 狂转到明年你要优惠 有优惠要折扣 要减便宜的 你喜欢那种五成一倍的 这种机会最好 大刀耶 可以空两千七百点的人 对呀 真的不多了 大概就剩我们而已啦 全市场真的只剩了 就空到被他讨厌 真的 唯一有资格请你在这个时间点 满手的现金满心期待 万一要减便的股票 如何跟上脚步呢 广东来告诉你咯 节目中的再次感谢 David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OK 谢谢评话 谢谢全国好朋友们 多头照结定 有志之士 准备好你的资金 咱们一起减便宜 YD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 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